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午夜逃亡》 新闻里正在播报一个八岁男孩 奥尔顿 在自己家被拐 嫌疑人是罗伊 酒店房间里 罗伊和朋友带着一个孩子行色匆匆的离开 这一幕正好被工作人员撞见报了警 他们开车及时在街道上 突然听到广播里通缉他们的消息 再次加快了速度 另一边 牧场的白发老头给属下下令 要他四天之内将男孩带回来 随后便开始给自己的信徒步道 突然FBI冲进了牧场 将在场所有人全部拘留发访问卷 问题是 你对奥尔顿了解多少 老头则被带到房间单独审问 国安局的卷毛将老头的讲义弹在他面前 说上面的信息涉及了国家安全 都是高度加密后由卫星传送 即便是按科学方法也不可能解密 散播的数据 这已经可以被定性为叛国罪 老头只好解释 这一切都是奥尔顿说的 而此刻不知所踪的奥尔顿的生父正是罗伊 奥尔顿能够说出很多人类听不懂的语言 老头则会将他们记录下来当作神域 给信徒步道 信徒们都将3月6号这一天当作神圣日 只有和奥尔顿在一起才能够得救 罗伊带着奥尔顿前往朋友家避难 奥尔顿入眠后 朋友还想从罗伊口中了解他们的目的 但罗伊以太过疲倦为由拒绝了 天亮了 房子突然开始震颤 罗伊急忙跑上楼 发现朋友似乎从奥尔顿身上获取什么信息 巨大的光束从奥尔顿的眼睛里发射出来 房子也因此开裂 倾泻进来的阳光让奥尔顿感到不适 罗伊立马抱着他才将他安抚好 罗伊和朋友带着奥尔顿继续上路 在路上奥尔顿突然开始说起听不懂的语言 竟然可以和电台里的声音同步 他们来到交友站购买一些物资 一个人在车上的奥尔顿突然下车看着天空 一道亮光在天空闪现 无数的残骸坠落在加油站 一行人立马开车逃离这里 来到了罗伊的妻子家安顿下 另一边卷毛来到加油站调查 此时的加油站因奥尔顿引来的卫星坠落 成了一片废墟 他并任命为研究奥尔顿的新任专家 看到相关新闻的罗伊让朋友将货车开进院子 朋友和罗伊的妻子讲起了他此行的目的 只是为了守护奥尔顿 因为他知道他超乎寻常的能力 一行人连一上路前往目的地 奥尔顿却突然发作跑下了车 被他接触到的草地瞬间干枯 罗伊带着他躲了起来 奥尔顿说明天自己必须在日光中醒来 而接触到日光会要了他的命 但是奥尔顿显得非常的坚定 罗伊也无可奈何 太阳逐渐升起 奥尔顿的眼睛也散发出剧烈的强光 一阵巨大的能量冲击过后 奥尔顿居然能够接触日光了 他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有一个构架于地球之上的世界 很多人在那里生活 而奥尔顿就是属于那里的 他也应该回到那个地方 正当他们准备带着奥尔顿离开的时候 他们遭到了牧场人的堵截 截止了奥尔顿离开 挣脱开束缚的罗伊立马开车追上去 但他们没来得及 奥尔顿就被直升机接走了 关进了FBI的审讯室 但他却的一切闭口不谈 只是点名要和卷毛单独交流 在所有人离开后 他利用一年控制了监控 打开了房门 和卷毛讲了自己的身份 通过眼睛让他看到了 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他必须回去 到了夜晚 罗伊接到了卷毛的电话 约好了接头地点 他要将奥尔顿送回罗伊身边 交接成功后 一星人突破了防御最薄弱的关卡 来到了目的地 母亲跟着奥尔顿来到了一片空地 罗伊则继续开车引开军队 突然奥尔顿的双眼和双手都开始发光 在地球上蔓延开 巨大的外星奇景 展现在了他们眼前 那是和地球交错重叠的存在 无数的外星人站在建筑上 和他们打招呼 一些发光体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迎接奥尔顿回到属于他的星球 冲击波在地球上消失了 奥尔顿也回到了属于他的世界 一切都重归平静 好了今天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准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科幻战舰带您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